大家好,我是真实军 1940年8月,由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和反扫荡战役 由于参战兵力达到了105个团,故称其为百团大战 这场战役具体做了什么,打了多久,起了什么作用 这些都是我们历史课班上有的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之前我们历史书上没有的,且一直没深思过的问题 八路军哪来的100多个团 这个问题同样也是当时的蒋介石所感到诧异和担忧的 要知道,从1937年8月,中国共同红军改变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时 总兵力才4.5万人 短短三年的光景,八路军就发展到了100多个团,20多万 这还不包括南方的新四军和东北的抗日联军队伍 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八路军已经由最初的4.5万人发展到了百万队伍 还有新四军和各抗日游击队 不知不觉就发展成了一支可以和蒋介石掰掰手腕的力量 本期视频真史军就和大爷聊一聊,八路军是如何短短几年时间 从老蒋口中的几万赤匪摇身一变,变成百万共军的 在整个抗日期间,日军凭借着其预谋已久积攒的硬实力 在前期就攻陷了大片国土 为了避其锋芒,蒋介石将国民政府牵制重庆 由于地理位置的优势,大西南就成了我国当时的大后方 像兵力输送,粮草支援等等都依靠西南地区 但这仅仅是针对于蒋介石的国军来说 因为国军的征兵方式主要是以抓壮丁为主 而八路军由于很多分布在华北沦陷区 所以征兵方式就只能在沦陷区发展兵源 这样做有好有坏 好处便是沦陷区里百姓由于长期受到日军欺凌 有着深仇大恨切夫之痛 当八路军敌后对日军进行游击骚扰时 就成了最好的宣传手段 经常一呼百应就能招出很多人来参加八路 坏处就是身在敌后处处都要谨慎 包括武器装备方面就非常捉襟见招 别说人手一支枪 有时候几个人都分不到一支枪 1938年八路军总人数差不多9万 武器总数却只有长枪2万支 短枪也就是手枪只有2000支 轻重机枪不到1000把 平均是4个人一支枪 所以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日军总称为土八路了吧 因为实在太寒常了 相比国军在大户方以抓壮丁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人民 八路这种争兵策略就显得更加有智慧 第一 作为老百姓在沦陷区大多都想着的是如何委屈求全 过好日子就行 但日军在沦陷区的种种畜生行为 深刻的让人民明白 在沦陷区只有两种方式 要么被日军常年欺负 要么就参军杀敌 不存在说你赔个笑脸说自己是良民 人家就会尊重你 就真的不会去抢你的粮食 招叹你的妻子 所以八路去团结那些对着日本鬼子又深仇大恨的人 和有着民族大义的人 相比敌后抓壮丁效果是好很多的 第二 便是打土豪分田地 通过减租减息的方式 在解放区根据地对土地进行改革 要知道中国农民是什么时候才拥有自己土地的 就是在毛主席带领我们的时候 这一举推翻了几千年的土地制度 让老百姓真正得到了实惠 一传十十传百 这种能有饭吃有地中的好日子 是老百姓想都不敢想的事 现在跟着毛主席和八路军军的实现 老百姓也愿意支援八路抗战 其三便是因地制宜 当地征兵当地用 不会把湖北的兵派去东北 因为真让他们放弃其他老小 离开本乡本土去打鬼子 还真不是所有人愿意去 就只能通过这种本地兵本地流的方式 进行扩成队伍 像顺柳断棚 都是在离家不远的根据地进行参军 除了以上的三种扩充方法 还有一个最简单粗暴的方法 就是通过撒火种的方式进行发展 怎么理解呢 像亮剑里的李云龙独立团 虽说是团结编制 但到后面竟然悄无声息 扩充到了八个营 人数达到上万人 还有就是恐结收编黑云战 非常真实 因为当时的政策 就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 其中占比很大的就是收编伪军 到战争后期 日军已经疲于应对 很多伪军深知战争结束 要进行求获算长 自己汉奸的身份 肯定是要被清算的 于是很多便早早的 开始打算后路 投奔八路或者国军 而八路军身处在敌后区 和伪军交道更多些 所以在抗战结束时 不仅接受了大批伪军 还接受了本土很多日军装备 让只有人的部队 逐渐在后期 才成为真正的武装部队 回望共产党一路走来历程 从几万人到处被欺负的公共红军 到共同抗日的几十万八路军 再到百万虎狼之势的解放军 与其说这是为了抵抗日寇 而衍生发展出的决心 不如说这是他蒋某人 为了自己蒋家统治的纯洁性 而一步步逼出来的 从开始对红军大围剿 到后来国共合作对八路军的排挤 再到后来撕毁双十学定的全面开战 几乎每一步都在把我党逼近死路 但每一次都顽强的存活了下来 所以如果你要问到底是什么 让八路军强大了起来 我觉得只有简单的两个词可以改阔 第一 勇气 第二 无畏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真实军 这叫真实的历史 如果你看完有所得 不妨点赞关注加个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的两个词 下期再见